現在是快一點了啦 打開天氣圖來看一下喔嘿 我也有看喔 你有看什麼時候 那你睡覺的時候啊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有兩個氣壓 一個像在趴著 然後一個跪著這樣 不會吧 真的嗎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會趴著嗎 因為太平洋高壓把它壓在那邊 對對對 但是啊有一個想站起來呢 對呀 果然是九人W變成十曜台翁鮮燃肉啊 首先看起來它氣勢就比較強啊 營量也多啊 雖然早上看起來像是跪著一樣啊 但是它哈了起來啊 所以啊它形成十曜台翁鮮燃肉啊 但是它走的方向偏向西過來啊 專家預測分成兩條啊 一條是直系往西 一直來到日本附近轉向東北彎向啊 還有一條啊 它會轉向西南方向來到福利賓附近啊 然後轉向西北方向來到台灣附近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預測方法 但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到啊 太平洋高壓剛好分成左青紅右白骨 中正一條線出來 所以它形成了十曜台翁鮮燃肉啊 至於啊 十曜台翁鮮燃的強度是熱帶風暴啊 就是輕度颱風啊 但是啊 它如果轉西南方向走過來 就不太一定哦 可能會持續增加威力 有可能形成超級颱風啊 不至於成為風王啊 但是也就非常的強大 直接往西北方向靠近台灣啊 到底啊 是要台翁鮮燃肉 是要走去日本呢 還是要走到台灣呢 因為啊 這是一個長期的觀察 所以還要繼續觀察啊 請就是收看彤彤 看西山西山看彤彤 記得關注再走哦